你好,欢迎来到外挂大脑训练营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标签在印象笔记当中的一些强大的功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建立一套有标准可扩展的标签系统 在印象笔记里面呢,很多朋友对于标签的使用会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况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基本上不使用标签或者使用很少的几个标签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使用大量混乱重复的标签 比如我个人是在2016年开始使用印象笔记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标签有着很强大的一个功效 于是我建立了大量的标签 这是我以前的标签界面 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一片显得非常的凌乱 后来呢,我重新整理了所有的标签 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标签 它们构成了我现在的标签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今天会给你展开来讲清楚 让我们再回到这张凌论的标签界面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跟我这样的一个标签设定是相类似的 在这里呢,实际上你可以发现标签常见的几种错误用法 第一种错误用法是随心所欲建立标签 想到什么关键词就用什么关键词 比如像这一些,你可以看到 同一个意思存在不同的几个标签 整体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逻辑分类 第二种错误用法是标签的命名很随意 你可以看到这些标签的名字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标签很多的情况下,想要记住这些标签是有很大脑力负担的 而这种标签的随意命名最终也会造成我们打标签的时候成本非常高 那第三种错误用法是标签没有做整理 你看哦,它们散落在各个地方 看着都头晕,更不用说迭代更新了 你要知道,这三种错误的用法 只要犯了其中的一种 你会发现给一条笔记打标签的时间成本和脑力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你使用这些标签调取信息的成本也会变高 这样的话,整套标签系统可以说没有系统 它们用着用着就会崩溃掉 你最终也就会放弃掉,不再使用标签了 那我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标签系统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套标签系统应该是一套有逻辑结构的 有标准的,可扩展的分类系统 那你听起来这样的系统好像挺复杂的 但实际上你要建立这样的标签系统 你只需要做好两点 第一点是设计一套有逻辑的分类结构 第二点是用统一的标准来命名标签 接下来呢,我将以我个人的标签系统为例子 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做到这两点的 首先第一点是设计一套有逻辑的分类结构 你的标签应该预先按照一定的逻辑先建立好 有比较全面的一些分类 比如我现在的大部分标签都是预先建立好的 先摆在这里备用 你可以看到我的标签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个大类是归档类 这个归档类就是说 我可以把我绝大部分的笔记按照这些标签来归类 那归档类就是这里的学习类 生活类 工作类 以及专属类的这些标签 那除了归档类 我还有另外两大类的标签 其中一类是GDD的标签 这类GDD的标签完全是用来服务我的GDD做事系统的 这些标签呢我在之前讲到GDD做事方法论的时候有介绍过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那我最后一个大类是日期的标签 在这里呢我把它们命名为年月日标签 因为展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们包括了年月的标签以及月日的标签 这些标签非常简单 但是它们有着特殊的一个用途 我一会再展开介绍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归档类的标签 我会分别展开这四个类别的标签 给你介绍一下它们的逻辑分类结构 我们先看学习类的 在这个类别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把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学习和研究的主题放进来了 从100的阅读主题到109的育儿 一共是10个主题 最后还有一个叫做110的专题 点开它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还有8个不同的主题类别 请你注意啊 这里的类别是可以扩展的 比如说我最近想研究员工智能的专题 我就可以新建立一个标签 按照这个命名的标准 命名为110等于专题等于严工智能 以后呢我收集到严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资料 我就可以打上这个标签 把它们进行这样的归类了 那在这些标签的分类逻辑上 我主要采用了横向和纵向这么两种结构 比如说学习类标签这里 阅读写作投资演讲 这些分类都是横向的结构 它们可以看成是一种并列的关系 那实际上这种并列的关系 你可以在不同的层级里面用到 比如我在点开108工具这一类标签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建立了12个标签 对应的是12个工具 那这些工具呢 也是并列的一种横向结构的关系 而我在育儿这一类的标签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 它们也基本上使用的是并列关系的一些标签 而对于纵向结构的标签分类 我主要采用的是一个叫做Golden Shackle的理论 那这个Golden Shackle翻译过来就叫做黄金春法则 它讲的是why, how, what 这三个层面的原理 这个黄金春法则呢 在国外非常出名 是一位叫做Simon Snick的英国作家 总结出来的 Simon Snick曾经在一次Tech演讲当中介绍到这个法则 他的这个演讲题目是伟大的领袖如何激励行动 演讲的内容很精彩 演讲视频呢也排在了所有Tech视频观看次数的前十名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Simon Snick还写了一本书来传播这个法则 书名叫做Star with Why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Everyone to Take Action Simon Snick呢 他认为我们只有先搞清楚这个why 也就是目的或者目标 才能够比较好的去激发我们去做事的热情 而在搞清楚这个why之后呢 进而也会影响到我们思考这个how 也就是怎么做才能达成目标 到最后呢 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个理想的结果 也就是what 那在了解了why, how, what 这套黄金法则之后呢 我就把它应用到了我的一些学习主题的分类上面 因为我认为当我想去学习某个主题的时候 比如说写作这个主题 我应该先要知道它的why, how, and what 我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掌握这个主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阅读类的标签 写作类的 投资类的 演讲类的 英语类的 设计类的 创业类的 编程类的 这些标签都是按照 why, how, and what 这样的纵向分类来设定的 好,这就是我想分享给你的 关于我的学习类标签的设定的逻辑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生活类的一些标签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目前只有三个类别 家庭 连接和爱好 其中家庭类的标签 我比较粗放的 把一些并列的分类放在这里了 包括了我跟家人相处的一些记录 我个人以及家里人所用到的一些证件的照片 收据 说明书 全部都存档 打上了这个标签 还有我和家里人的一些病例表啊 体检表 各种检测的报告 我都打上了这个叫做生命数据的标签 剩下的就是一些清单类的保险相关的信息 旅行的记录和计划 以及家里环境设计的一些参考信息 我都用这些标签来把它们进行了归类 而对于连接这一类的标签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包括了我的存档间日记 这个项目归属的标签 而你看到这个亲同棚的标签 实际上它是一个缩写 它就是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的意思 平时我会把这些言误的相关笔记 打上这个亲同棚的标签 另外在这里还包括了我个人信息的标签 还有一些留言信息的标签 你可以看到这些标签都是比较粗放的分类 因为这些信息 我主要是使用笔记标题里的关键词来快速搜索的 而至于爱好这一类的标签 就是我把自己保存的一些爱好和兴趣的信息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类的标签 这里的标签基本上就是横向的分类结构了 你可以看到我在工作上的每个项目都打一个专属的标签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把它们归类了 那在这个专属类的标签上面 我又做了一些延伸的思考 我发现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专属的人 事和物都可以打上一个专属的标签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们归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专属类的标签除了工作上的项目以外 我目前还会用到这四个类别 书本人物课程和社群 比如这些是我曾经学习和正在学习的课程 每一门课程的一些相关的笔记 我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专属的标签 这样的话只要我点击这个标签 或者搜索这个标签 相关的笔记就会全部列出来了 同样书本人物社群这里的专属标签 它们也是发挥着相同的一个功效 好你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些横向的标签都是可以不断扩展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创建更多的这样的专属的标签 OK这就是我的归属类的全部标签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月日的标签 它们是跟日期相关的一类标签 展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又包括了年月和月日这两种标签 这些标签全部都是数字 非常简单的数字 比如你看到2011年的标签 我这里只有一条 我打开它是20105 它的意思就是2011年的5月份 那这条标签下面也只有一条笔记 我双击这条标签 它就会打开这条笔记 原来它是我在2011年的5月9号 去珠海参加了一次英语的培训 当时我写了一些日记 后来我把它拍照保存在印象笔记这里了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些纯粹是数字的日期标签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它们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带我回到过去 让我看到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 当然了前提是我把过去的一些事情 有记录在印象笔记这里 那我现在每天都在写 晨晚间日记来记录我人生的轨迹 通过这些日期标签 加上我的日记 我相当于构建了我的一个时光机系统 这个系统有什么用呢 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我 回顾我过去走过的路程 让我看到过去的自己 是怎么样思考的 以及过去的自己都做了哪些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体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相当不错的 那后面我会安排专门的一节课程 来介绍我具体是怎么样写这个存晚间日记 以及怎么样构建这个时光机系统来记录人生轨迹的 这里我就先不展开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给你的我目前全部标签的分类逻辑 它们包括有学习生活工作和一些专属类的标签 这些标签可以帮助我做好信息的分类和归档 另外还包括了我的GDD类的标签 它们主要服务于我的GDD做事系统 最后还包括了日期类的标签 它们帮助我构建了我的时光机系统 你可以看到当你的标签也像我的一样有了一定的分类逻辑结构之后 它们就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一片 你使用起来也会有章法可以遵守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光有分类逻辑是不够的 你所有的标签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命名 并且你要对它们做出整理 让它们按照既定的分类逻辑形成可视化的一些长期结构 你可以看到标签通过拖动 按照一定的分类逻辑 把它们牵套起来 成绩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这样的话 以后要调整或者新增加标签 你都有标准可以遵守 不会产生混乱 上面呢 我们就继续来探讨一下标签系统的第二个问题 用统一的标准来命名标签 当你的标签多起来之后 虽然它们有合理的分类逻辑 但是你还是不可能全部记住它们的 当你要给某一条笔记打上标签 或者通过标签来搜索相关的笔记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需要付出比较多的脑力 去回想标签的名字 或者去某个地方查找你标签的名字 那么你的标签系统大概率最终会面临崩溃 因为你这样使用标签的成本太高了 在这里我请你始终自助一点 你的标签是用来调取的 而不是用来记忆的 如果你要避免标签系统崩溃这种情况的发生 你的标签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命名标准 这套标准还要保证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非常快速的调取到愿意一个标签 在我的标签系统里面 为了保证所有的标签都能够快速的被调取到 我所使用的一个窍门就是添加统一标准的一个前缀 你可以看到我所有最终要使用的标签都是以数字或者字母来开头的 这就是统一标准的前缀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介绍过两篇科学的论文 它们的共同结论是 我们的大脑短期能够记住的信息单元大约是在4到9个之间 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记住大量标签的名字 而你知道123456789这些阿罗伯数字 以及ABCD这些字母我们从小就非常熟悉 我们并不需要调用脑力来记住它们 所以为了让我那些大量的标签不需要大脑记住就能快速的被调取出来 我就给那些标签全部添加了这些阿拉伯数字和字母作为统一的一个前缀 比如在学习类的这些标签里面 你可以看到以数字100开头的就是阅读类的标签 只要我搜索这个100等于阅读类的所有标签就全部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些标签的名字里面还添加了阅读这两个字 作为文字上的分类提醒 接着就是why how and what这样的纵向分类 你看就这样简单的一个设定 标签的命名就可以做到规范有统一的标准 并且可以被快速的调取出来 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以101开头的标签就是写作类相关的标签 比如我在写作类的标签子里 在what写什么这一类标签的下面 主要是我所构建的写作素材库的一些标签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分类是纵向进来之后又加深了一层 那我就不能使用101这个前缀了 所以我在101后面增加了一个统一的编号 变成了101.1 然后等于写作素材库最后就是素材库的七个分类的名称 你看这样的标签在搜索框这里调取出来看上一眼 也是可以做到快速的识别的 那除了数字你还可以使用字母作为前缀 比如在我的专属类标签这里 这四大类的标签我分别使用了ABCD作为前缀来区分它们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以A开头的就是书本类的标签 以B开头的就是人物类的标签 以C开头的就是课程类的标签 以D开头的就是社群类的标签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专属分类 你就可以继续的使用EFG这样的字母作为前缀来命名更多的标签 你看只要我在字母后面添加它实际上的类别名称 比如在A后面加上书本 这样一看又可以做到快速的识别了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窍门想要告诉你的 在专属标签这里的人、事和物这些名字的前面 我还会添加一个拼音或者英文的首个字母 这样做之后呢它就能够做到按字母的自动排序 就像手机通讯录里面的那些名字一样 查找起来会很方便 同样呢也可以做到搜索的时候快速的调取 比如我在A等于书本这个专属的标签里面 在每个书名的前面你可以看到我都添加了书名第一个字的 拼音的首个字母这样它们就会形成有规律的一个排序 可以帮助我做到快速的识别 举一个例子我要搜索宇文泽这本书 我可以直接输入A等于书本等于Y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带有Y开头的书名标签全部出来了 宇文泽这些标签也就可以做到快速的调取了 好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四节的力量 但是我猜测你还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在标签的名字这里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的等于号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有介绍过 这里的等于号主要是起到间隔数字字母和文字的作用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喜欢用小横杠这个符号来做间隔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这个小横杠呢我看着它太小了不够明显 另外小横杠的符号呢在一些文本当中也会经常出现 这样的话会容易造成混淆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比较显眼的并且冷门的等于号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尽量的保证了标签的独特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是你可以看到在我的标签分类里边有多个层级 那每个层级的标签都会用到吗 答案是不需要每个层级的标签都用到 我只需要使用最末端的这个层级的标签就OK了 比如说还是这个阅读类的标签 我是不需要使用100阅读的这个标签的 我只需要使用它上面的这三个标签 那为了避免在使用这些标签的时候造成混乱 对于不需要使用的标签 我都在他们的前面加了一个小横杠的符号 这样的设定之后我自己就很清楚了 凡是带有小横杠符号开头的标签都不要使用 凡是数字和字母开头的标签都可以使用 你看这样的话标签的使用就变得更加傻瓜式了 成本呢就大大降低了好了到这里呢通过我个人使用标签的一些设定作为例子 我希望已经把标签系统的构建手法给你介绍清楚了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在印象笔记里面的标签系统应该是一个有逻辑结构的分类系统 绝大部分的标签在使用之前应该要先建立好 并且呢要及时的整理它的成绩结构 那标签还要有全面的分类 在分类上你可以采用横向和纵向的这两种分类的逻辑 做到不重复可扩展 除了全面的分类标签呢还需要有统一的命名标准 你可以添加数字或者字母作为前缀 来减轻大脑的记忆负担 以达到标签的快速调用 OK当你经过这些纯局的考虑 并且构建好自己的标签系统之后 我相信你记录和调用笔记的效率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你会拥有一种纯新的思维方式 我相信你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也会进入到一种纯新的模式当中 因为你的外挂大脑开始有法可依 有数可寻了 好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学习和实践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新的内容